腾讯体育10月17日去2018-19赛季NBA揭幕战 76人87比105不敌凯尔特尔人 打地乔尔恩比的出征 这次没有寸草不生 而是被绿军拉下马 遭遇绿军针对性防守 未能在内线发挥出优势 也未能在内线打出足够统治力 全场21投9中 命中率42.9% 得到23分10篮板 15次失误 他距离内线霸主还有多远呢 正视频直播NBA揭幕战类型VS勇士库里首截12分 恩比的全场21中9的常规赛开打之前 恩比德公开宣布新赛即将多大内线 极高个人的进攻效率和篮下统治力 在季前赛期间 恩比德在篮下持球的进攻很多 且进攻效率非常高 在这些进攻中 恩比德展现出出色的内线脚步 柔和的手感和娴熟的内线进攻技术 打得极为统治力 在四场季前赛中 恩比德临续四场比赛得不到20加 凯尔特人主帅布拉德史蒂文斯 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主教练 他发现恩比德在进攻端的变化过后 今天进行了针对性防守 恩比德在内线要对过程中 埃尔霍福德会对恩比德进行绕前 或者扮绕前 不让恩比德在内线接球 尽量扩持恩比德的外线去接球 而在恩比德内线接球过后 霍福德又死防恩比德 恩比德今天还面对阿龙贝恩斯的严密防守 贝恩斯是一名传统蓝领库利内线 身高体壮 正在当打之年 经过在马斯和凯尔特人的洗礼过后 防守经验丰富 他防守恩比德的方法和霍福德不同 会让恩比德接到皮球 然后在内线迎看恩比德 恩比德面对贝恩斯这种力量和身高 在内线有些打不动 更为可怕的是 在贝恩斯顶住恩比德的同时 凯尔特人还有写法 第二节进行到十分十七秒 恩比德来想利用脚步和力量挤开贝恩斯 获得一个出手空间 但就在恩比德出手的一瞬间 罗奇尔斜方过来 直接一把将恩比德的球盖掉 面对霍福德和贝恩斯这种防守 恩比德显得非常无奈 恩比德只能拉到外线接球 用中投 三分和突破完成得分 这让他显得有些不习惯 恩比德第一节比赛在圈顶有两个空位 三分机会 他都没有出手 而试试图运球往内线突破 效果非常不理想 恩比德在外线接球过后 上半场出现了多达四次看球失误 这四次失误中 至少有两次是非受迫性失误 在下半场比赛开始后 凯尔特人进一步针对恩比德 向霍福德和贝恩斯双塔先发 恩比德在内线的进攻被进一步限制 在恩比德第三节开局的一次内线进攻中 他被贝恩斯在外线顶住 寸步难行 只得强行出手 然后被斜防过来的霍福德一把将球盖掉 面对这种针对性极强的防守 恩比德今天个人进攻打得不顺 没有打出足够统治力 他面临再次调整自己的问题 恩比德本身是一个有 极强侧境和传球能力的中锋 他在内线被包夹写网的时候 其实可以靠地内转晚 将球穿给空位的队友 而不是一位强攻 这样他的个人效率才会更高 恩比德今天在防守端有不错表现 但是在第四节被杰伦布朗隔透 第四节进行到6分38秒 凯尔特人进攻 布朗吃球杀到内线 恩比德跳起双手风改 但布朗仍然隔着恩比德将球砸进篮筐 因为抓击力太大 恩比德直接被抓搬在的 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同心 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